女友上高中时,被富二代同学戏弄,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拉了一裤子。因此,她仇富,喜欢刮花别人的豪车。为了能和她在一起,我小心翼翼地隐藏富二代的身份。在她生日时,我决定向她坦白,买了一枚价值千万的戒指给她。然而,我却发现她跪在富二代的面前。 东哥,我能做你的狗吗?宝贝,快夸我。我今天又刮花了一辆豪车。女友柳如烟打电话给我炫耀。我正在给她挑选生日礼物,一枚价值千万的戒指,随口应付,宝贝,你真棒。 女友从小仇富,据她说,她高中上的是一个私立高中。同学们非富即贵,他们敲不起她,各种霸凌她。 她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她上高二时,班上的富二代同学给她的饭里下了巴豆,使得她在升旗仪式上拉了一裤子。 她走上社会之后,凡是看到路边的豪车,都会拿出随身的指甲剪,把豪车给刮花。 对于她的这个不良癖好,我不在乎,因为我深爱她。 哪怕她当街把别人的豪车给砸了,我也能全款赔偿。 不为别的,因为我就是江州市顶级的富二代。 这么说吧,江州赚钱的产业,70%都是我们家的。 可我不敢告诉她,因为我知道她仇富,若是知道我是富二代之后,她还会不会接受我。 首饰店的店员把戒指包装好给我,问我要不要加她的微信,我说我有女朋友。 走出珠宝店,我打低出街女友。 到了约定的地点,我看到柳如烟跪在一个年轻男子面前。 我心道,糟了,柳如烟刮车被逮了的现行,快步走了过去。 往常她刮车很小心,车主都不在现场,都是事后我联系车主赔偿。 我快步走到他们面前,对年轻男子道,她是我的女友,损坏了你的车,我来赔偿年轻男子轻蔑的上下打亮我一眼。 我这车是兵力,起步驾数百万,刮坏我的车子,像你这样的穷逼赔得起码。 我点头哈腰,我会尽量想办法赔偿你的。 实在不行,给你打个欠条趁说话的空档,我把柳如烟从地上拉起。 年轻男子让我写了欠条。 柳如烟坚持加了年轻男子的联系方式,这让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年轻男子开车离去,我这才注意到对方的车牌。 这,不是我爸的兵力吗? 回去的路上,他朝我图图可爱的舌头。 我知道你愿我加了车主的联系方式,心里不自在。 可车子是我刮的,我刮了一下他的鼻梁,你不用跟我解释他顺势倒在我的怀里。 回到出租屋,我倒头就睡。 睡意朦胧中,我听到柳如烟的手机一直滴滴响个不停,也不知道他在和谁互发消息。 等到我醒来时,柳如烟不在出租屋里,也不知道去哪了。 我给他打电话,提示手机已关机,我的心慌乱,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我突然想到,他该不会是去找车主了吧? 哎,都说了刮车的赔偿我来承担,这个傻女孩。 更何况,那辆车本来就是我家的。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定位兵力的位置,黑杰克酒吧。 我打敌来到酒吧门口,果然见到柳如烟的电动车,他在里面。 想到年轻男子极有可能会折磨他,我冲进酒吧。 在一处包厢的门口,透过扮演的门,我看到年轻男子坐在沙发上。 他的身边坐着几个同伴,有男有女,柳如烟跪在他们的面前。 我想要冲进去,却在这时听到柳如烟说出一句震碎我三观的话。 哥,我能给你当情人吗? 二。 我愣在当地,完全不敢相信这句话是从柳如烟嘴里说出的。 他那么仇服,说他们就是爬行如动的蛆虫。 怎么会说出给年轻男子当情人的话来? 我下意识地驻足,静观事态的发展。 年轻男子身边的同伴起哄,阿东,这女人说要给你当情人, 你快答应他叫阿东的年轻男子端起桌子上的红酒。 悠然瞎了一口,命令柳如烟,爬到我的面前。 柳如烟跪爬到他面前。 他一手抬起柳如烟的下巴,另一只手举起红酒杯, 把剩余的红酒细数交到柳如烟的头上。 他眯起眼睛,给我当情人,你还不够格。 我身边倒是缺条狗柳如烟乖觉地学狗叫,汪汪。 阿东和他身边的人笑成一团。 阿东问他,今天给我写欠条的,是你男朋友吧? 你在外面当狗,你男朋友介意吗? 柳如烟,就他那样的穷鬼,他有什么资格介意阿东来的兴趣? 给我讲讲,他有多穷柳如烟浑然不知道。 阿东这伙人就是想听的乐子,他发出谄媚的笑声。 我男朋友宋月能把一条纯边内裤穿成真丝内裤。 三年了还舍不得扔,有一次他送我马护牌的包, 马字和护字中间的宽度能通过火车。 哪个女孩不知道,应该是驴牌,还有他送我的那些化妆品, 都是用矿泉水瓶子装的。 我怕烂脸,哪敢用啊? 柳如烟一张张一件件地说,我按理握紧拳头。 我送他的包,是我故意让家里的下人把驴拆成马和护。 我送他的化妆品,都是高档化妆品,为了不让他看出来, 采用矿泉水瓶子装。 我处处照顾他的感受,反而成了他嘲笑我的借口。 阿东看向我,我早注意到你来了,进来把我推开门,走进包间。 阿东神情业余,他要让我看到我是置如珍宝的女友, 在他面前如何当狗。 他想看,我如何低声下气地祈求女友回心转意, 女友对我不屑一顾。 他想看一场狗咬狗的好戏,柳如烟猛地转过头, 声音微颤,颂月,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如果你不出现在这里,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和着我出现这里, 是我的错。 我不出现在这里,又怎么会知道,柳如烟所谓的仇富不过是做作的标新利益, 他刮花豪车,不过是为了引起车主的注意,进而勾搭他们。 我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 以往娇俏可人的柳如烟,在我眼中,现在只是一坨白花花的肉。 柳如烟,颂月,从现在开始,我跟你分手了。 像你这样的穷鬼,失去我之后,只能网过娃娃了。 我,没错,从现在开始,我跟你分手。 但你记住,是我甩了你,不是你甩了我。 我淡淡地瞥了一眼阿东。 柳如烟,你卑躬屈膝地向跳梁小丑下跪。 永远不知道你错失了什么,说完,我向外走。 阿东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别急,我让你走了嘛。 两个年轻男人挡在我的面前。 三,我转头,直勾勾地看向阿东,你想做什么。 堵住我的其中一个男人问,阿东,是要他一条腿还是一条胳膊? 柳如烟跟老母鸡一样咯咯直笑。 东哥,你真威武。 别人要伤害我,他为伤害我的人呐喊诸威。 阿东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 小鳖三,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富豪吗? 我打开他的狗爪,弄脏我的衣服,你赔不起阿东他们笑的眼泪都流出来。 阿东指我,对柳如烟道,还别说,你这个前男友挺能装的。 什么样的衣服,我还陪不起柳如烟讨好。 东哥,他的衣服都是从地摊上买的,连个牌子都没有。 我听说,某些地摊的衣服都是就一回收后,翻新了再卖的,我,高端定制,你懂不懂。 我们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特意叮嘱,不让打上logo。 阿东他们像看火宝一样看着我,笑得前仰后喝。 柳如烟,宋月,你现在的样子真像一个小丑,没钱还硬装阿东拍大腿,好长时间没见过这么装的人了。 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富豪身边的人附和,想必他见过真正的富豪之后。 圆形毕露,会羞愧地找块豆腐撞死,这没见过世面还要装富豪的样子,真让我大开眼界,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人阿东冲我挑眉,跟我走。 我们一行人离开黑杰克酒吧,我被两个男人携着坐到后排,柳如烟问坐到主家的阿东,东哥,我坐哪里? 阿东轻蔚地看他一眼,车里没你的座位,你进你的电动车他给了柳如烟地址,云顶大酒店,发动车子,扬长而去。 听到云顶大酒店这个名字,我错了一下。 昨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有些小有身价的人,在云顶大酒店举办了个宴会,想要见我,跟我攀关系,我推脱了。 没想到,阿东带我去参加这场宴会,真是无巧不成书。 四,我们来到云顶大酒店的宴会厅。 府一进来,就有一些打扮光鲜亮丽的人围上来,对阿东鳄于奉承。 他们八戒谗媚的样子,让我想到一个词,目猴而冠。 有人注意到我,问阿东,东少,这位是。 阿东回头看我一眼,他叫宋岳,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超级富二代这五个字,他说的阴阳怪气。 围着阿东的人,听出了其中的余夜味道,对我侧目而视。 其中一个输着大背头的肥瘦中年男人,盛氏集团的老板姓宋,你也姓宋,莫非,你是宋总的亲儿子。 我,你还真猜对了,我就是宋总的亲儿子,肥胖中年男人笑的黄牙都刺出来。 人都说虎父无犬子,宋总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子,得被活生生气死他拍我的脸颊。 脸上连二两肉都没有,就敢冒充宋总的儿子。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 我,拿开你的狗爪子,宋总的儿子不是我,难道是你? 你就是跪在我爸的面前,我爸也不会认你围着我的人笑得更欢。 宋总确实有个儿子,年纪跟你差不多,但小宋总怎么说也是一表堂堂,风度翩翩,就你那尖嘴猴腮的样子。 祖上八倍都是捡垃圾的吧? 哦,是吗? 我拿出手机,准备给我爸打电话。 就在这时,姗姗来迟的柳如烟走到众人面前,一把夺过我的手机,宋月,你闹够了没有? 你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让我高看你一眼,进而跟你复合吗? 我拿过手机,你脸长得真大,像你这样给阿东当狗的女人,就是没人要的破血。 我会求你复合,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我现在连多看柳如烟一眼都不愿意。 因为多看她一眼,我就恶心地想吐。 柳如烟被我气得胸膛上下起伏,她指着我,我跟她处了五年对象。 她就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社会底层的垃圾,她自以为揭穿我的底细。 孰不知,为了跟她在一起,我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底下一阵哄笑,又是那个中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打钱丢在地上。 他冲我吹了个口哨,宋月是吧,只要你跪下来把这些钱捡起来。 这些钱都是你的我无语地看了他一眼,你这人脑子真是有毛病,这么点钱扔在地上,就想让我下跪。 扔在地上的总共有万把块钱,拿万把块钱考验我,这人指定脑子有病。 中年男人被我说得脸色一阵轻,一劝白。 又是柳如烟率先跳起来,宋月,你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千,人家扔在地上的钱都顶你三个月的工资了。 你不捡这钱,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阿东肆无忌惮地在柳如烟的屁股上捏了一把。 他不要这些钱,你可以要啊柳如烟顾虑,亲爱的,我是你的女人,我这么下跪。 损失的可是你的面子,阿东的神情英质,你也配称我的女人。 捡人,这些钱你不要,我就让宝洁阿姨捡走了阿东要侮辱的,不止是我,还有柳如烟。 他把我们看成一类人,柳如烟跪在地上,一张张地捡起钱,那样子真跟狗没有区别。 众人哈哈大笑,柳如烟跟着笑。 我算是看明白了,柳如烟为了钱,什么样的恶心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毕竟曾经相处过五年,我闭上眼睛。 柳如烟把钱捡完,重新挽起阿东的胳膊。 他看到我一脸比一,阴阳怪气地道,宋月,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一下子有这么多钱,你要是学生狗叫,我就给你一百块钱。 我,果然狗看人,都会以为人是狗柳如烟尖尖的指甲指向我,东哥,我就算是狗,也是你养的狗。 他居然敢辱骂我,东哥,你可一定要给我出气。 呜,阿东本来带我到这里,就是想看我丑态百出,他心里早憋了一肚子气。 这时被柳如烟一点拨,他看向我的眼神更是不善,陈生问我,你刚才说你是宋总的儿子。 我,没错,站着实在太累了,我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阿东的眼神更加犀利,就像要把我吃了一样,声音也跟着更加冰冷。 起来,你知道你坐的是谁的位置吗? 这人真是胆大包天,居然连小宋总的位置都敢坐,让你装装也就得了,没想到你居然看不清自己,这主位也是你随便能坐的吗? 说你呢,这么没眼力见儿,还不赶紧站起来。 哇,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不是小宋总? 我倒是没想到,就这么随便一坐,就坐到了原来给我准备的位置。 呵,还真是巧。 哇,你们一群臭鱼烂虾,想要请我出席这场酒会,我看不上你们,本来是不想来的。 但是今天我来了,为的就是看你们丑陋的嘴脸,阿东莫弟看向我。 你怎么知道,小宋总今天不会来? 哇,你猜中年男人和总又在脑补? 东少,这小子来之前,肯定做了功课,知道小宋总不会来,这才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说自己是小宋总,阿东恍然大悟,连我都差点被你小子给骗了他招招手。 两个虎臂熊腰的大汉朝我这边走过来,阿东,我数到三,如果你再不从这个位置上站起来,我就让人打断你的双腿。 他目光阴沉,三,我替他数,二,一。 这张椅子我坐着舒服,不想站起来,阿东,动手。 我家拥有那么多财产,我爸打我出生起,就请来专门的保镖训练我,要求我有强大的伸手。 这两个小喀拉米,动动手指的事情,我坐着没动,他们两个被我打趴在地,一看就是健身房里练出来的膀子肉,营养落枪头。 打斗间,我给柳如烟买的戒指掉落在地。 阿东捡起来,哟,这戒指做得还挺逼真的,是从拼兮兮上买的,还是从某宝上逃的。 他把戒指给柳如烟看,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柳如烟无嘴咯咯直笑。 宋玥,拿这东西送给我,你还真的拿得出手。 一看就是五毛钱玻璃做成的便宜货,我,不管是五毛钱还是五厘钱,又没打算送给你。 关你什么事,阿东,在场的都来看看啊,一个工资只有三千的孤儿。 买的戒指想骗女孩子上床。 嘖嘖,围观的众人各个神色比异。 我,如果我说这枚戒指,价值上千万呢,众人笑得丑态百出。 阿东放下豪言,如果这枚戒指价值千万,我就把这他给吃了哦。 这话可是你说的众人寻声音看去,只见一个身材高挑,身着碗礼服的女人走进来。 她好像天生就是主角,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她拿过阿东手里的戒指,我确定,这枚戒指是上好的帝王绿,价值千万。 六,众人疑惑的你看我,我看你,也是,这些在场的人顶多也就身价几百个W。 千万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梦幻数字。 阿东,不是,这位小姐,你谁啊? 柳如烟,哦,我知道了,她一定是宋岳请来的演员,现在好多短距离的桥段,跟现在发生的差不多。 宋岳既是要演戏,那一定是演全套。 她欺负咱们这些人,对珠宝不了解,故意花金资请来演员,给她撑场子美女嘴角微微向上翘起。 你们自意是江州的豪门,见多识广,这么多双眼睛都是鱼目吗?连真正的帝王绿都看不出来。 要是有哪个豪门说,他们不懂珠宝,那可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美女犀利的话把众人的脸打得啪啪作响,愣是没有一个感知声。 她看向柳如烟,说我是演员,谁能请得动我。 柳如烟被她看着,深深地把头低下,跟这位美女相比,她就是见不得人的丑小鸭。 美女的目光徐徐从在场之人的脸上扫过,你们不相信这戒指是真的,那专家的话你们总该相信吧。 美女拍拍手,一个珠宝专家进来。 这个珠宝专家名字叫高成,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在场所有人都认得她。 高成看过之后,笃定,这枚戒指确实价值千万,没跑众人倒抽一口凉气。 阿东的表情比吃屎都要难看,美女把一杯水递给她,吃戒指的时候,别噎着阿东,这枚戒指价值千万,你真要我吃啊我,不过一千万而已,我就想看你吃戒指的样子美女冲我玩耳一笑。 那笑容真的如同百花盛开,柳如烟极了,东哥,像颂月这么一个穷鬼,他哪里来的上千万的戒指,我看一定是偷的阿东,对,你说的没错,我看这枚戒指一定是偷的,我,戒指的来历可不在赌约的范围内,不管我是偷的还是抢的,愿赌服输,你必须把它给吃了美女配合,你吃下之后,我再报警说我的戒指丢了,倒是让你想办法再把戒指吐出来。 我没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恶趣味,阿东的脸色正清正白,手拿戒指,犹豫着要不要吃下去,美女,当然,你还有第三种选择,跪下,向颂月道歉我惊讶地看向这位美女,她认识我,当然,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阿东莫的发起狠来,想让我给颂月这个穷鬼道歉,不可能,今天,你和颂月一个都休想从这里走出去,看来, 她是打算来应的了,美女走到我的身后,装出害怕的样子,宋月,我好害怕,你一定要保护好我,我点头,没问题,我拿出手机,爸,你要是再不来,你儿子可就没了我爸,谁敢对我儿子下手,不想活了吧,你现在在哪,我,云顶大酒店我爸,萧小没去吗,她说去那里找你了,我也正在赶往云顶大酒店的路上, 不说了,再有一分钟我就到了,我扭头看向身后的美女,她俏皮地向我吐吐舌头,我,你是萧小,我实在很难将面前的萧小,跟那个永远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小尾巴联系在一块儿,阿东一挥手,还他妈在这给装呢,动手,十几个壮汉朝我们围过来 我心里叫苦,低声对萧小道,等会儿,你瞅准机会,先逃 萧小笑,岳哥,你还是老样子,他握住我的手,咱们一起面对我莫名地被感动到了,摩拳擦掌,准备拼命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我爸的声音,我看谁敢动我儿子,气 到底是我爸,一句话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 阿东小跑跑到我爸面前,宋总,刚才这里有人冒充小宋总,我正要把他拿下 我,阿东指向我,就是他 我爸伸手给了他一个大逼兜,那就是我儿子 此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我,他们很难想象得到,像我这么一个长相平平无奇 穿着平平无奇的男人,竟真的是江州首富的儿子 阿东跑到我的面前,搓着手,小宋总,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你看着,我,你谁啊 阿东,我爸是盛氏集团的供应商,合作了长达十年 这不,最近想让我到咱们集团任职,我把兵力车的钥匙从他手里拿走 我家的车怎么被你开着 阿东,我妈是你家的宝洁,她见这辆车长时间没人开,就让我玩两天我 那从现在开始,盛氏集团将终止与你们家的合作 你妈私自动用主人的车,品行不端,不用来我家做宝洁了 至于你,想进入盛氏集团,我不允许 阿东神情惨白,她看向柳如烟,想着柳如烟是我的女朋友,能说上几句好话 柳如烟将耳边的散发捋到耳后 宋月,你怎么不早给我说,你家里很有钱 你看这是闹的,她想去拿那枚价值千万的戒指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送我的这枚戒指 我很喜欢我拦住她,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你自重 柳如烟的眼睛蒙上一层泪光,忧远地跺脚 以往她像这样,我都会心疼地主动哄她 但是现在,我看清楚了她是怎么样一个人,不为所动 柳如烟突然咬牙切齿地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叫萧小的女人 她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萧小笑了,你早跟宋月分手了,我怎么能是小三 嘴巴要是再不干净,我不介意教教你怎么说话柳如烟哑口无言 爸,我和萧小坐进我爸的车里 我爸感叹,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绝 当初你把柳如烟带到我的面前 我就觉得这女娃子心眼子贼多,不是什么好人我 爸,我错了,萧小,叔,谁还没有眼瞎的时候 好在,现在萧月改正了,我爸笑 对,还是萧小把我家这个混不吝的臭小子当保我 爸,萧小罕见地陷入沉默,偏过头,去看车窗外的风景 车子启动,透过后视镜 我看到柳如烟骑着电动车在后面猛追 我们先把萧小送回家,我爸给我递了支烟 他说,萧小是个好女孩,你可一定要把握住我 爸,我爸,好好好,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不插手 他突然蹲在地上,剧烈地咳嗽 我急得六神无主 爸,你这是怎么了 我爸面色轻子,握住我的手如此用力 爸时间可能不多了 萧月,你回来接管家里的企业 别再任性了说完这句话 他晕了过去 我赶紧把我爸抱上车,准备送去医院 正要关上车门的时候,萧小出现 他说,下车,我来开车 我不由得一阵感动 他知道我现在心慌意乱 开车有可能出车祸 我爸被送进急救时 好在医生告诉我 我爸只是癌症早期 积极治疗的话,没有多大事情 我松了一口气 萧小催促我 宋月,你得回去休息一下 白天我在这里看过叔叔 到了晚上你来我猴头一阵哽咽 萧小,谢谢你 萧小,咱们之间用得着说感谢吗 意识到这句话有奇异 他红了脸 想要解释,可越解释越像掩饰 我回去睡觉了 到了下午,我去街梯萧小 在我家门口,柳如烟堵住我 宋月分手是我提的 可难道你就没错吗 你为什么隐瞒你是富二代的信息 如果早知道你家里这么有钱 我就不会和你分手了说到底 他喜欢的是我的钱 而不是我这个人 我打开他的手 这里有监控 你别拉拉扯扯 既然是分手了 那就别再联络柳如烟追上我 扑通一声给我跪下 宋月,既然当不了你的女友 我不介意给你当狗 我之所以这么舔夫二代 有难言的苦衷 我妈得了重病 急需要钱 我皮笑肉不笑的呵呵两声 她的父母在农村 柳如烟在城市里立足后 从来没有给父母出过一分钱赡养费 是我 为了做好她的二十孝男友 背着她偷偷给她父母钱 就在三天前 我还见过她妈 她妈身体好得很 我,柳如烟 我家里不缺狗 我家养的狗 给她丢块肉包子 她还知道冲我叫两声 而你 只会咬我 她悉心上前 想要抓我裤腿 我 你非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吗 柳如烟 你什么意思 我把一份资料甩给她 关于柳如烟 有人会替我查 我实在想不到 这个女人能肮脏到什么程度 就在今天 她前后跟四个男人开房 现在 还有精力跑到我这里 跟我要钱 真是时间管理大师 见到这份资料 柳如烟尾顿在地 她知道 是她亲手毁了自己 嫁入豪门的梦 我和萧小寇来成婚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全文完 1 2 5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